氣象時間首先要帶您關注 因為這幾天西南風沉降的影響 這週都是西南風盛行的天氣 所以比較高溫炎熱一點 東南部地區提醒 今天恐怕也有焚風發生的機率 我們看到現在外向的及時 溫度早上已經8點鐘了 那麼在台北的高溫 已經快要來到30度了 台中27.8度 加以30.7度 高雄26.1度 在宜蘭花蓮都已經標迫了30度 昨天的高溫 最高溫出現在自動車站是台東的長濱 有39.5度 這樣的高溫真的是極端的高溫出現 今天中午倒是花蓮縣縱谷 台北市新北盆地 桃源新竹苗栗 台東陷境山區河谷 都是發布的是高溫的橙色燈號 也代表還是有連續出現 36度高溫以上的機率 那麼水氣的部分 包括今天清晨 中央氣象局 針對台南高雄屏東 發布了大雨特報 雨下的最多 截至今天早上是在屏東地區 那麼由於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這迎風面 主要看到早上 雨集中在這幾個縣市 南部今天一整天都容易有一些震雨 或是雷雨出現的情況 另外在中部地區 你看到中午的時候 雨也逐漸出現 也會有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那麼北部地區 其他地區大多是白天多雲 倒是下午兩點過後到晚上八點 你看到這個雨區 也有散步到北部地區了 下雨的時間 是做在午後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而在中部南部地區 今天一整天下雨的時間 可能會再拉長一些 我們來看看衛星雲圖 從這個週末天氣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呢 主要是台灣附近的低壓帶 會發展出一些中心 未來可能會孕育出熱帶 一些低壓或者是颱風的可能性 當然也漸漸的讓台灣的西南風強度提升 這西南風提升之後 水氣就帶過來了 預測在營封面的中南部地區 受到的影響是最大 到了週末可能全天都會下雨 而山區由於地形的影響 雨勢恐怕會更大 最後也要提醒呢 大雪之考從昨天登場了 高溫炎熱 提醒考生要多補充水分囉 MING PAO TORONTO